陳水扁一開口就介紹 邱宜盈是二零二六高雄市長 人選大黑馬 在節目上邱宜盈正式表態 會朝這方面邁進 強調自己沒有派系 也不是姑鳥 對於陳水扁說的大黑馬 邱宜盈自我調侃 的確皮膚最黑 我的確是這幾個候選人 裡頭皮膚比較黑的那一隻 選民有需要的話 我願意出來承擔 前幾天才大動作 把酒駕的辦公室主任 開除邱宜盈近期也頻頻 在陳其邁市政行程露臉 對於黑馬說 陳其邁也表達看法 不管是白馬或者是黑馬 日行千里努力做事 為民服務的就是好馬 陳其邁的意見和支持 非常重要 邱宜盈表態讓傳出 想爭取出現的立委同事們 也紛紛回應 用心示證讓人民肯定自然就可以在民意當中產生最佳的人選 一起努力高雄一定會更好 那歡迎所有的夥伴們 大家一起加入 如果說我覺得我自己希望很大 那也許我就會正式的表態 相較於民進黨內競爭激烈 國民黨下屆高雄市長人選大致敵定 早已接手高雄市黨部主委的柯智恩 表達自己看法 距離2026年市長選舉還有兩年時間 柯智恩從上一屆選舉開始累積下來的戰力 對上陸續表態的民進黨高雄立委們 這場選戰彷彿提前吹響號叫 三星人 胡錫英 古不先 高雄報導